韓索委員本70公里 鄉鄉港委50公里 加上京方三家家的超所出席 是和都委議員都相當不滿 這一千多張的交通罰單 看看能不能這一票罰單 我們把它註銷 第十四山中東公路 寒數是70公里 但是當超頓要撩到頭上的路段 刷變經緯50公里 議員這期根本就是條件 河海民眾超市 議員了支郵 也說出另外一點 不合理的地方 那個是不是五十是 砂石車的速限 不是一般 我們交車一般車的速限 不然是怎麼特別 要再掛一個 一個叫什麼 沙石車 最高速限有 你們把一般的車輛 都用50的標準 裡面寒座 來開單 對超所出席的用意 管副警察局也作出回答 警察的一個執法 它不是以告發為原則 告發不過是我們手段 那至於我們希望安全的目的 如果說在告發手段 不見得有效的狀況之下 或是不接受的狀況之下 我們目前 這個部分 我們會盡量用 這個其他方式 來宣導的方式 說明的方式 來做安全上的維護 不過對於 管警局的回答 議員是都表示無人動 而且黃國來問 這個路段的超市出席 到底敢有合理 你要去看一個辦事 苦民所苦 結果就是搶錢 這個路段50有沒有爭議 你覺得有沒有爭議 以你的觀點 因為我們所有人都說不合理 你告訴我 你現在有合理嗎 呃 包議員 合不合理 你給我答覆就好 合不合理 包議員 有關於 我們所有民眾的聲音 我們都會努力的參考 合不合理啦 中潭公路 超頓愛聊到頭上 這段三公里長的路段 並沒有學校 便宜 而且有更實力 有更看的四山島 反鎖降雨50公里 這明顯就是一個寒正 管警局表示 中的檔案 回報中來檢討 記者出席 查詢報道